導致農煙密布可以看到遠方人影不斷逃難 開車行駛公路四周農煙密布有如電影場景 野火農煙在紅色火光和太陽的映照下 呈現詭異的橘核色 消防人員趕緊滅火 但水柱完全無法應付這一大片火事 治理總統伯瑞克三號搭乘直升機 跳往瓦巴來索地區的火事 治理國家申請機構指出 光是這裡火事延燒面積就有7000公頃 當局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要全力救災 撲滅火事 野火蔓延到住宅區 整片民宅起火燃燒 不時發出爆炸聲響 災民只能靜靜看著 防止被大火吞噬 無能為力 一夜醒來 家園全毀 來不及逃難的民眾在家裡被活活燒死 搜索人員找出一具具遺體 但全被燒得焦黑 街坊鄰居甚至認不出來誰是誰 聲音現象引發的夏季熱浪和乾旱 再加上風速影響火事 就會讓野火範圍迅速擴散開來 災民形容公園失火之後 不到10分鐘 煙霧瀰漫 天空變黑陷入一片黑暗 有如人間煉獄 不只智利 南美洲最近也都又乾又熱 哥倫比亞一月底野火不斷 墨西哥降雨少 水泡乾到水面下的教堂都現行 讓漁民和農民都相當擔憂 靜新聞 張維杰 周秉潔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墨西哥降雨 太陽 天啊 太陽 天啊 好放鬆